我沒有吃過Wendy漢堡 我沒有吃過Wendy漢堡 來試試試試看 這是Wildo Loss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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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可憐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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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來到Neko的美食報的時間 其實今天本來不是要拍Wendy漢堡的Iceware 就是我們原本要一起吃的那間餐廳 她好在整修 她在整修 結果之後突然變成Wendy漢堡 因為我沒有吃過Wendy漢堡 她有吃過 我吃過 可是好像在美國吃了 一定不一樣 因為一定沒有這個東西 明太子奶油 明太子奶油 白鈴薯 天啊好肥喔 跟芽芽薯條有點像 它就是薯條 然後上面有明太子的醬 奶油粉 對 有點辣欸 有點辣嗎? 微微的辣 跟我想的不一樣 所以我會是跟臭薯條一樣的那種 就是醬料那種 啊 我剛以為是 就是上面撒起司 倒起司 我剛以為是這樣子 但是粉而已啊 它可能也有那種吧 會不會 我發現這邊有一點很厲害的 我相信其他地方應該沒有 至少我在素食餐廳是沒有看到的 這邊有副插座 還可以充電我覺得就加分 好 It's working baby 這等一下要在我湯裡面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凱撒也是 我們的凱撒大人找到了碟子醬 裝了奶油回來 所以這是奶油明太子 奶油 明太子粉 薯條 有一點點的 它的奶油醬就是 也是透明的奶油 跟一般想像的那種 白色奶油不一樣 加上奶油變甜的 對啊 好肥喔我買 好吃是好吃啦 不過 我會覺得醬整理有點濕掉的感覺 因為我還是喜歡 那種上面淋上一整起司 這樣沾著濕掉 就是 風俗啊 愛爾蘭風俗的那一種 那個不好吃 對對對 Irish那一種 來了 麵包裡面有湯 如果你們覺得我最近有變胖了 那不是幸福肥 是工作 都是工作害人 對 工作 蘑菇起司奶油湯 這個漢堡好像是 他們說的皮比較特別的一種漢堡 比較香的 麵包味比較香 對 看它一堆肉的味道 我也不確定是哪一個 看一下我的 喔 我已經摸到了 超熱的 超熱的 完全沒有麵包 這是兩片肉 全部完全沒有 沒有麵包的漢堡 而且說 糖類很少 所以 就 有一陣子其實那個啊 流行乳糖主義啊 乳糖質 乳糖沒有 我知道了 乳糖麵包是黃的 喔 麵包裡面有奶油 我這感覺就像是 用紙在吃牛排的感覺 我這輩子還沒吃過這麼多肉感的燙 很像用紙在吃牛排 只是你會覺得很詭異 我到底在吃什麼 以口感上來說是好吃 很奇妙 你會期待吃到主餐 但是沒有任何主餐 感覺都是菜 就是肉啊 菜啊 沒有主食 沒有麵包 而且牛肉裡面還夾培一根耶 不過它有小小缺點 嗯 它的肉沒有很紮實 所以你看你在咬的時候 它的肉質它會散掉 剛開始可能在吃漢堡盤 後面你覺得有點在吃肉燥版 絞肉 這是海鮮湯啊 對 有湯匙喔 麵包 還有起司粉喔 你可以加進去喔 沒有 麵包有點像發貴 對 好 你真是一個仇恨 刷好刷滿 如果不是很確的 說來出國一定要吃當地料理的 我覺得可以吃吃看 那真的味道不一樣 嗯 姐姐要來喝湯了 嗯 海鮮巧達湯 對就是海鮮巧達湯 裡面有蘑菇 有蛤蜊 還有蔬菜 馬鈴薯 各種你能想像到的 可以導致肥胖的原料都有 起司跟蘑菇 哇塞你的已經濃到 已經根本就沒辦法拉起來 因為我還有加一點起司粉 這已經三種起司還加起司粉 沒有 它沒有盆很多起司 你是不是覺得整口在吃奶油 這只是在奶油跟起司啊 那不是湯桶嗎 那是固體桶嗎 不過認真說這更東西普通 台灣偶爾也會看到這種麵包濃湯 就類似這樣子 可是我到處覺得它的麵包做得還不錯吃 可是湯就有 欸不過冬天吃個暖暖的湯還不錯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餐 是宵夜 為什麼 我們昨天晚上的宵夜 把TOLO冰成冰塊 然後那個飯啊 硬得跟石頭一樣 我第一次看到TOLO可以變成那樣 然後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為了找餐廳結果最後我們選了那個 選半天結果最後是吃牛肉 從那天晚上之後我就下定決心 不要再刻意找餐廳 刻意找餐廳的時候 你反而會忽視旅程中很多意外的驚喜 你會忽異地區的餐廳整修 然後我們又要找餐廳的時候 我就決定不如我們來吃 我就隨便看到什麼吃什麼 嗯 不要為了吃忽略旅程中一些有趣的事情 反而會因為這樣找到意料之外去吃 好的我們漢堡出來了 我覺得其實沒有需要特別跑去吃啦 但是如果你有經過然後又不知道吃什麼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常常鮮的 畢竟你什麼時候才能看到完全沒有任何麵包的漢堡呢 我應該這幾天還會繼續拍一些美食VLOG的部分 對 如果剛剛有閃過一絲 這就是一隻放閃的廢片 沒錯你想對了 那我們就下一隻美食VLOG時間再見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用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一隻日本新的VLOG再見 大家 掰掰